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是来自木匣会界导演的《友山解考》 在日本古信州的群山之中有一个偏僻的山谷 狭窄的戏川从那里流过 这是一个汉为人知的村庄的故事 69岁的阿玲将牙齿往石旧上磕 被盗房的男人打断 男人是邻村的 今天特地过来报告一件喜事 邻村有个女人最近刚成了寡妇,45岁 跟阿玲的儿子一样打 阿玲的儿子陈平去年丧妻 阿玲一直在为儿子张罗着续线 听到这么个好消息 阿玲都快坐不住了 赶紧问,什么时候能过门呢? 没到男人回答 阿玲的孙子加沙吉捂着肚子进来 说饿了要吃的 阿玲指给他 那里应该还有一些豆子能吃 加沙吉说 我才不吃放屁的豆子 你知道老家户羽巫说什么吗? 你奶奶什么东西都能吃 他还有一种组完好的牙齿 他甚至还能津津有味的咀嚼松果和豆子 不是吗? 阿玲被加沙吉惹脑让他住嘴 加沙吉更来劲了 你还有33颗牙齿 不是吗? 你还有33颗恶魔牙齿 不是吗? 阿玲跟陈平除了邻村女人 叫阿玉给你一般大 过完49天丧妻之后 就回来我们家了 陈平面无表情 他自觉已经老了 对娶妻之事并无甚喜 阿玲今年69岁 明年就到70岁了 按照习俗 老人70就要去参拜友善 也就是将老人舍弃在山里 阿玲跟陈平说着 陈平却扭过头去 不肯继续听 善良的陈平舍不得母亲进山 一直拒绝和母亲谈论此事 阿玲鼓励陈平 要坚强 否则你将无法将我背上友善 陈平走着走着突然停下 要背着母亲回家 阿玲说也好也好 为去友善做个练习 阿玲跟陈平说 你的事算是办好了 我明年70也好放心去友善了 只有我这些牙齿 说着阿玲就要拿石头磕掉牙齿 都已经快到上友善的年纪 却还有一种组牙齿 让我看起来就像年轻女人那样能吃 实在是丢脸 邻居羽屋在唱歌 歌词是 阿玲发现自己有种种气气的33颗恶魔牙齿 还没唱完 陈平便冲进去 要拉着羽屋回家数一数母亲的牙齿 羽屋很冤枉 是从你儿子那里听来的 全村都在唱 又不是我说的 趁我发什么火 陈平立刻满村找加沙集 加沙集此时正在村口教授呢 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会唱这首歌 嘲笑阿玲的牙齿 陈平气愤极了 拿着棒子便要打 便警告加沙集 忘恩负义的东西 晚饭别想吃 阿玲一家人围坐着吃晚饭 安静极了气氛凝重 加沙集没皮没脸跑回家就要吃 阿玲二话没说 赶紧给盛了一大碗 便给递上筷子 听说附近要再娶妻 加沙集破口大骂 不要脸 我不要新妈妈 我要媳妇 我会娶个媳妇的 阿玲算好的日子 到了阿玉要来的这一天 阿玲做了米饭 意念仅有一次的白米饭 阿玲中看着门口坐着的女人 年龄一到七十 却不肯上友山 被儿子从家里赶出来的阿玉像个饿鬼 老远闻到了米饭味 进来狼吞虎咽的要吃 阿玲善良 可怜她 给盛了一大碗 阿玲又想再去盛饭时 阿玉的儿子来了 将阿玉松松拖了出去 坐在门口的女人便是阿玉 她哥哥昨晚喝醉了 今天只好自己过来 怪不好意思的 阿玲帮着拿阿玉的行李进房间 脸上的笑一直没停 带阿玉坐下 阿玲赶忙给盛饭盛菜 阿玉看着一大碗饭直咽口水 她吃过早饭就来了 一直饿到现在 阿玲告诉阿玉 这下好了 我的心愿算了了 我明年就可以安心去友山了 说着阿玲让阿玉吃掉的那些尊鱼 都是自己捉的 阿玉尝了尝满口赞叹 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尊鱼了 阿玲说 我上友山之前 会带你到我常去捉尊鱼的秘密地点 阿玲捉尊鱼是全村最强没有第二 阿玲准备出门找陈平 可转念一想又不行 陈平都在娶妻的 自己也快上友山了 这一口种种气气的牙齿算怎么回事 阿玲横下心来 到石旧边用力磕掉牙齿 痛了她站不起身 小小的身体蜷缩着 好容易爬起来跌跌撞撞走到水边 阿玉看到阿玲的牙齿磕掉 被震撼到没了言语 清水洗了牙齿好一会儿 阿玲才找到陈平 此时又满嘴是血了 大人们 孩子们 都像见了鬼一样避开 孩子们甚至叫阿玲鬼婆婆 陈平心痛死了 背起母亲一路跑回家 陈平又气愤又无奈 这他妈过的是什么生活 盛了一大碗饭给母亲 吃 大家都吃 吃个饱 秋天 风也红了 到了收割的季节 加沙集的女朋友阿松是个大胃王 嘴贱还能吃 父母也催着阿松离开家 去加沙集加吧 家里也手里粮食了 天气好到 能清楚地看到友山 陈平无心收割 站在田拱上 伤心难过 回家路上又遇到阿佑 她的腿受伤了 却还得背着重重一捆柴 阿玲扶着阿佑起来告诉她 你这家伙 早就到了上友山的时候 友山是神居住的地方 为什么不去 阿佑听到友山就浑身发抖 被阿玲这么一说 腿也不疼了 腰也不酸了 背起柴火 剑步如飞 加沙集每顿饭都在催阿玲 奶奶什么时候去友山 赶紧去吧 万一下雪了 就不好上山了 阿玲说 别担心 我去过之后才会下雪的 阿玉看不惯加沙集 在一旁说 婆婆不着急去友山 阿松像个傻子一样笑 但不会忘记多吃两碗饭 雨屋趁着夜色出来偷粮食 被全村人追 连阿玉阿玲都要跟出去追贼 村民追上雨屋后 一顿乱棍安排 不一会儿就将雨屋家的粮食炒得干净 全村排队分掉 自从家里来了阿松 粮食见天的少 阿玉说 还是得更加小心管理粮食 加沙集和阿松在外面游荡回来 揭开锅盖就要吃 阿玲打了阿松的手让他克制一点 陈平也让加沙集打阿松的巴掌 太不像话了 加沙集拿过勺子重给阿松 吃尽管吃 昨晚分账我可排第一个 因此我应该分最大的一份 阿玉我儿子过来抱怨 昨天分了半天 我就分了几个破马铃薯 实在是不解气 雨屋家添伤了贼 过不了几天 还会出来偷 我们必须铲除雨屋家 阿松说 买起来不就行了嘛 将雨屋家全家都买起来 阿玉我儿子起声说 今晚又葬礼了呢 阿玲的祖母去了友善 婆婆也一样 自己也必须去 阿玉不舍得善良的婆婆去友善 偷偷出来抹眼泪 阿玲看到说 你比死去的儿媳妇还要好 今晚我就告诉你 我做尊鱼的秘密地方 阿玲带着阿玉 来到一处偏僻水边 阿玲叮嘱阿玉 要仔细记住这块石头 这里尊鱼最多 话还没说完 一堆人走了过来 几个人抬一个 怪不得阿玉的儿子说今晚有葬礼 想必这都是羽巫家的人 阿玲和阿玉赶紧跑回家 陈平说 以后再也不要提羽巫家的事了 连助尊鱼这件小事都已经交代清楚 阿玲准备跟这个家告别了 仔细擦拭屋子里的物件 归想起来 活了几十年 倒像是一场梦呢 距离新年还有四天 阿玲让陈平去请去过友善的人来 早点准备走没错 去过友善的人 详细说了上山的路如何走 还有三点规则 第一 进入友善之后不能讲话 第二 早上上山时不能让任何人看见 第三 离开友善时不能回头 阿玉被儿子强制带上友善 但阿玉生命力顽强 咬断了绳子跑了 敲开阿玲家门 阿玲劝说 我过几天也去了 你这家伙早该去的 陈平正想劝说两句 夹杀吉不耐烦了 让奶奶和这家伙一起去好了 少有脾气的阿玲强硬地说 夹杀吉我不需要你叫我去 一轮心悦升空 陈平推开门 背着母亲出发 阿玉跟在后面看着婆婆离开 趴在来时的树墩上哭 想着婆婆说过的话 愈发难过 一路上阿玲坚口不言 告别是很困难的 阿玲并非隐敢 她只是心中有爱 陈平不舍得母亲 总不时说些什么 可阿玲始终没答应 眼看就到了友善之门 陈平耐不住了 你跟我说说话吧 求你了 阿玲摆摆手 让陈平进去 友善白骨临巡 恐怖极了 乌鸦将这里做家 欢迎被送来的老人 将母亲放下后 陈平心里空了 像被谁挖去了一块 只觉得天旋地转 母子俩紧紧相拥 这一别再没有再见之日 阿玲不住将陈平往外推 让她快些回家 陈平亮亮呛呛 双腿像住了签一样重 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陈平怀着巨大的悲伤 走出了友善之门 却看到阿玲的儿子 要将阿玲推下山崖 陈平忙地跑过去帮忙 没想到晚了一步 阿玲已被推了下去 陈平怒气难消 和阿玲儿子打了起来 阿玲儿子也慌忙跌落山崖 正在此时天空下起雪来 母亲说过的 她上山之后才会下雪 陈平想到此快步跑回去 此时大雪纷飞 阿玲已渐渐被大雪覆盖 陈平跪得远远的 母亲你肯定很冷吧 阿玲摆摆手 让陈平离开这里 陈平多想母亲 还能跟自己说说话 至此以后 这个世界上 再不会有人那边关心自己 嘘寒温暖了 陈平一路狂奔回家 到了家门口却没进去 从窗户看进去 袈裟截重带着两个孩子唱了起来 阿玉跟着失了神的陈平走开 我们70岁时一起上友山吧 一辆现代火车急驰而过 占排名 一气老人 尾巴 友山接口有两个版本 本期是来自木下会界的1958年版 木下会界版是澎湃 形式上共享舞台剧 而不是剧情电影的表现方式 1983年金村昌平版 获得了嘎那电影界金棕旅奖 在表现形式上 共写实 共现代 共电影化 两个版本都很好 猎奇心中的同学强烈推荐金村商品版 我个人则偏爱木下会界版 原因很简单 底色有温度 说人性丑 人性恶 人性残暴 这其实是伪命题 人首先是动物 和猪 牛 羊 狗一样的 在动物从面 在食物稀缺的情况下 一切规则都将失效 没有人去责怪 猪为什么要在粪池里拱 狗为什么要吃食 人并不高贵 人性就是动物性 就是兽性 没有差别 人和动物的差别 在于人有压抑功能 有理性的一面 这理性的一面 逐渐发展 已经做了很多违背动物本能的事情来 婚姻制度 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 阿虫在书里讲到 在生物学上 人脑中的三种化学物质 使性成熟的男女 产生一见钟情之感 目的是促进其交配 并产生带有自己遗传物质的新载体 这三种物质 从产生到消失 大概需要三年时间 从基因的角度说 三种化学物质的消失 是为了拆散这对男女 因为从偶然率上看 交配者的基因不一定是最佳的 只有另外组合到一定数量 才会产生最佳的基因组合 而婚姻制度 就是一个巨大的压抑软件 完全和基因对着干 结果就是矛盾重重 悲剧喜剧皆生于此 所谓爱情 所谓白头偕老 天长地久 永不分离 从生理上看 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人对基因做的大逆不道的事 远不止如此 基因好不容易 删了阵风 点了把火 让一对男女一见钟情 没从想 这俩人通过某高级技术 频频偷走基因给予的奖励 但完全不做基因指定的任务 我之所以中外幕下会界板 是因为在食物极度短缺的情况下 尚且保存一丝理性 生活就是盈佑狗狗 真善美就是高不可及 但这仍然不能影响人类的心向往之 我奶奶从前跟我讲过一个故事 讲过无数遍 叫酒精犁猫降服千金鼠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 有个年轻的国王 觉得老年人体弱多病没用了 就下了一道命令 人活到六十就要活埋 违反者满门抄斩 国王身边有个大臣 是个孝顺的人 不忍心将父亲活埋 于是将父亲藏在夹壁墙里 每日送吃送喝 也聊聊白天的所见所闻 一日老父亲见儿子满面愁容 问是何事 儿子说 有个外国使臣 进贡了一个大怪物 说如果有人能认出来 就送给国王 如果三天还认不出 就将怪物运走 从此之后再不会给中国进贡 明天就是最后一天 老父亲听着儿子的描述 这怪物大是大 但模样就是老鼠模样 老父亲说 明日上朝把咱家大狸猫带去 装在袖筒里 偷偷让那怪物看 若怪物吓得发抖肯定是老鼠 大臣听了老父亲的话 第二天带上大狸猫上朝 果如老父亲说的那样 那大怪物见了狸猫 吓得瑟瑟发抖 浑身哆嗦 大臣解决难题 国王很高兴 问大臣如何想到这个方法 大臣如实禀告 国王听后便明白了 老人虽腿脚身体不如年轻人 但阅历和经验却是一宝 大臣不仅没有被治罪 国王还将那六十岁活埋的令给废了 这个故事的教育意义 无非是孝道直白得很 但仔细想来 不是六十岁老人不该被活埋 不是什么人道主义 而是六十岁老人毅然有用 老人依然有用 依然被需要 那就依然能得到社会的认可 比如从事老人有退休金 在经济方面 没有给儿女造成负担 甚至还能创造额外价值 有些老人退休前任职重要机构 在本市本地区关系往强大 这都是对儿女有利的部分 我这么说好像很势利 但礼仪生于富足 道贼处于平行也是客观现实 反观农村老人就是另一番天地了 腿脚还好的时候 能帮着带孙子做饭做家务做农活 但一旦身体不行 就不能再创造任何价值了 短短时间就成了家庭的负担 自尊心强的老人为了不脱离子女 要么自杀 要么去护理院坐吃董死 去护理院还在有钱的情况下 而那些干不动了 却还硬着脸皮待在家里的老人 白眼吃的可比饭多了去了 可生存困境摆在眼前 又如何去责备拼尽全力 这位活着的中年人呢 但凡还有体面的余地 谁又愿意撕破脸呢 时代在进步 现如今不雷行上有山了 那是违法的 于是我没有听到一个新词 刘叔老人